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許智傑指控 對手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鍾意仲懸掛抹黑看板 抹黑的文宣 就是不敢負責的打問號抹黑 他就故意說 割到尾都拔走 就是明顯的抹黑 選戰倒數 鳳山兩位候選人打起看板戰 鍾意仲不滿 這塊掛在鳳山街頭的看板 上面不只指控他稅務有問題 還提到他的爸爸 把前立委鍾紹和 你打我爸爸 打我媽媽 連鄉下我媽媽農社的圍牆 你都能打 今天你甚至用這種 超家式的看板掛在這裡 家長的這些作為放在孩子的身上 這是什麼樣的選舉奧寶 周英仲找來了柯智恩批評 看板不道德 許智傑認為一切有憑有據 柯智恩 你今天來開這個記者會 你是支持又貪又騙愛抹黑嗎 你可以看到我講的哪一點不是事實 雙方一路交手 從競選歌舞到喬遷鎮 還有房地產陣營等等 到現在最新的看板爭議 可以看出鳳山區的選情緊繃 誰也不讓誰 火藥味十足 307位連關知何晨鳳 通訊報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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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